《狼牙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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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己中毒后 虽然在老堂主和灵溪姑娘的努力下找到了两兄弟都能活命的方法 但萧平章心里却记挂着父亲的安危 要挂帅前往北境 在向黎堂主作解释的时候 他对前线的分析虽然头头是道 但他双眉紧缩 脸上也透露出深深的疾破 萧平章即将下线 网友不舍的原因 还有就是 再也没有人像他那样宠着平经了 这招 摸脸杀 已经成为石下哥哥宠弟弟的潮流必杀季了 在 《狼牙榜之风起长林》中 萧平章及萧平经的兄弟情谊 可谓是重头戏 从不露声色叫弟弟萧平经追查补给传沉默仪式 到几次在父亲面前 在朝廷之上为他救场 萧平章实力护递 而当萧平经中毒后 为了救弟弟一命 他明知浦阳英的目标是他 明知前面就是埋下了会要他命的陷阱 他还是会跳 这可是你的性命 这可不是小时候的玩具 可以随便让给弟弟 黄晓明饰演的萧平章 并没有因为蒲阳英的话而变得迟疑 而是眼神坚定 相较于解药 相较于弟弟的命 其他都是浮云 包括自己 网友不舍萧平章的 网友就是他去领盒饭了 钱学怎么办 给媳妇暖被窝 嬉戏打闹 世子夫妇的甜蜜砂糖 不知道引起多少网友的羡慕与嫉妒 为了妻子 不惜在朝堂之上与寻皇后对质 甜蜜之后 却是虐心 在知道自己或许要用命来换取弟弟的解药时 萧平章搂着浅血 说着抱歉 低头深思不语的他 内心还牵挂着夫妻之情 眼神并无着弱点 随后 他稍微抬起头 眼神则变得坚毅凌厉起来 一个举动便透露出他已经做出了抉择 对比上面这个镜头 同样是由低头到稍微抬头 同样是不语 黄晓明凭借贤熟的演技在下面这个镜头中演出了另一种情境 得知丈夫萧平章是用自己的命拿到解药时 浅血一巴掌打过去 此时的萧平章本是低头 给人一种有点不知如何解释的猛然感 在浅血说出我不想你死时 稍微抬头 眼神中溢出的则是对妻子满满的爱及愧疚 无论是前妻的甜蜜 还是后妻的虐心 两个人始终相互体贴 引来网友纷纷评论 这才是嫁给了爱情 在萧平章下线的这集里 萧平章的话就更灭心了 对着萧停声 萧平章艰难的说 父王 孩儿要先走一步了 我也想要坚持下去 只要还能坚持下去 我也不会舍得离开你们 面对妻子蒙浅雪 萧平章再次说出对不起 浅雪则哭泣着 平章你不要离开我 相信这一幕看哭了不少网友 而萧平章临死之前也不忘自己的身份 平章既为长林之子 战死沙场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有网友称 看过剧透 知道是子中途退场 一直没勇气看 还是忍不住去看了 看得让人泪流不止啊 小编也是感觉好久都没看什么剧 让我被虐得这么狠了 过呢 对萧平章不舍的网友不用担心 因为黄晓明主演的电影 《无问西东》也即将上映了 这部被影凭借提前预定经典席位的电影 由李芳芳编剧导演张子怡 黄晓明 王力宏 张震 陈楚生主演 黄晓明在里面饰演的陈鹏 为了爱情 即便与心爱的人放逐千里也不放弃 狼牙榜之风起长林 都在称赞黄晓明的演技回归 在《无问西东》里 黄晓明同样演技在线 看过影片的观众都在说自己被他的表演打动 称看到了黄晓明今年最好的表演 小编在这里讲个私心哦 相比于成熟完美的萧平章 有幸提前观影的小编 个人也更喜欢小明在《无问》里的表现 那个为爱意无反顾的傻小子 那场牵着张子怡在校园穿梭的奔跑 太动人了 太动人了 无问西东 直探情义 不少网友也留言评论称 超级期待电影的上映 黄晓明饰演的陈鹏男友力道鹏 收获了网友的称赞 《狼牙榜之风起长林》中的萧平章 陪我们度过了2017年的年尾 让我们深深知道什么是重情重义 就让《无问西东》的陈鹏 陪我们开启2018年 告诉你关于爱情的一些更深的认识 特别声明 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不代表新浪看点观点或立场 有关于作品内容 版权或其他问题 请于作品发布后的30日内 与新浪看点联系 右括号点